大家好 今天是9月21日 星期四 市與昨天差不多都是一直徘徊在雜幅度 指數仍然在28,000水平進行一個整固 由於一直都穩守十天線樓上 整個玉士頂的格局是沒有變的 一直以來我都認為一點 因為今個月的低位是6日的 27,421點 高位暫時來講就是19日的28,248點 827點的波幅是比較小的 就是說在剩下的交易天裏 如果沒有特別的突然間離膽的因素出來 造成一個衝擊的話 大致是會等機會穿上去 當然知道成交今晚不能夠配入很關鍵 因為看回星期二的成交只有990億 星期三也只有970多億 有少少放慢了 不過情況未算太差 到底在未來這六個交易天之內 市場能夠上到哪個水平呢 亦都很視乎資金入市的態度而定 今天就有個情況開始出現了 就是中資券商股 好像是華太證券已經創了一年的高位 另外就是中信證券 也都是曾經創了一年的高位 剩下來港發證券也都開始慢慢慢慢上 就是1776 華太686 另外就好像海通 就有少少想視上位的格局 唯獨是6881 銀河證券仍然都還是持續低迷的 不過這麼說 正銀河證券香港有7.13、7.14 但是A股在說16元 你計算人民幣的匯率因素 差不多去到18元多了 你相對香港這隻H股 只有7元來講 情況就很特殊了 我就覺得這樣 我們香港的投資者 未必會高追A股 但是不排除券商股一行的時間 內地的資金不會下來追A股 所以我覺得現在這一分鐘 6881應該是一個收集期的 6.8買完到7.1 而又跌回到7元流下 一次、兩次、三次 其實有不少持貨者已經按礙不住了 不過我認為 無論哪一手貨 或者那手貨有多少都好 你都是剩下一點 放在手門口 不要來不要看它 一旦突破了7.33 這個一個月的高位 其實也都是有機會 進一步向上市的 當然知道 也都要看回A股 A股暫時來說 在3391點 是有少少止暴的感覺 不過不要緊 最重要的就是 A股已經進入到一個 慢流的形態了 好了 看回港股 講講講講 仍然都是28,100點左右 在水平進入到整股的階段 那明天 星期五 下個星期五 有五個交易天 即是九月份 剩下來只有六個交易天 下個星期四 是金號月期指結算日 下個星期三個期指轉創目 高峰日 即是下個星期二 星期一 還有明天這三個交易天 不排除好倉大戶 會趁機會 推一推升幾隻主要的成分股 從而將指數盡到佈陷上行 目的當然只是 因為今個月的波幅還是小 那你要滿足整個月的要求 我當你一千點好 一千一點好 一千二點好 好嗎 你只要不低於27421點的 更高的指數 示別一定在後面 直到這一分鐘 我的看法都沒有變多 目檢查看 對 好 與百分之一次 大概會再塗一下